上个视频说了 在孟加拉无意间路过了一条又脏又臭的垃圾河 但旁边少女的目光却吸引了我 进入她家映入眼帘的是不到十平米的小屋 却居住着祖孙三代 臭气熏天的味道 破旧不堪的屋顶 让整个房间变成了水帘洞 女主人二十岁的妙龄 却过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生活 经过商议 我们决定帮忙她 兄弟们现在呢我跟着这位大叔啊 一起说去买那个房顶 他知道在哪有卖的啊 这位大叔给我们带路 哦兄弟们啊 我看我这要怎么过去啊 看他这下水道是这样的 这个是空眼 完了水全从这渗 我的天呀 就是啊 有船没要过这没搜 看我这我得从这走 太难了兄弟们 哇塞 哎 塞了啊 哎大哥让我先过去 没有下水道 老大哥让我过去 我小孩就随便扔了 哎呦他们这真的啊 他们这没有垃圾桶 所以大家不得不把垃圾直接扔在街上了 把下水道都堵了 他们都拿着铁棍把垃圾也扔一边去 这大哥啊 把我们带到了一个 专门卖这个棚顶的地方啊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里边卖的这个板啊 薄厚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有的这跟纸一样 有的这稍微厚一点 有的这像这个就是窝不动那种比较厚的这个就会贵一点啊 我准备给他买厚一点啊 金屎啊金屎然后呢这个的价格呢是600块钱一片啊 按片就算的一片 可能有个看有个一点多平米吧 他们家的那个房子 我看了也十平米左右 我们准备给他买25平米 屋上肯定是富裕啊 完了我问了一下他们自己可以铺 因为房子都是他们自己盖了 所以呢我们给他买点这个 买点好点的 这老板还不错啊 还给我刚才你看还给我便宜了200块钱 哈哈哈 不错不错可以可以 他他得运过去是吧 哦这兄弟得运过去 行行来我们给钱 这很很贵啊 来 老板找了我一点钱 不是你跟那个大哥说 安装不会让他白安 今天给他们给安一下 因为现在也下雨 谁也不知道哪天下雨 是吧 安我给钱 我给他钱让他帮他安一下 安装一下好吗 哦那个车来了兄弟们啊 给我们运货的找了一个三轮板车啊 这兄弟给我们运过去啊 哦他们也用这种方式 来兄弟我验验货啊 我我看一眼这个啊 这是那好的吗 哎别别给我们弄那次的啊 行行可以很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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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来来来来啊 第一批走 走啊 你们把铁板上车了 出发兄弟们你们看看 这脏水这女孩啊 你看这脏水他就汤着啊 他们这真的是 环境真的特别恶劣 啊为什么来这要穿拖鞋 因为经常汤水啊 兄弟们啊 铁板数量不够啊 他又来这个前面这个商店啊 啊在上面货 您看他这个铁板还有超级高的啊 三四米高的也有啊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一样厚度啊 我们发现啊在这边啊特别热闹 就每天就是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 小孩都呛的声音 滴滴滴滴的声音 三轮车放炮的声音 摇铃铛的声音 狗叫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啊 永远让你这个不差这个乐曲的陪伴 来我们给他买个西瓜啊 夏天让他们结结束 你不一直想学怎么听西瓜吗 来我教你一下啊 这应该是可以的 你看他都他都说这OK啊 他都听出来了 听你们听这声音 我听见了狗叫的声音 听这从这儿传到这儿来吧 我觉得啊这个就叫熟了 我们看看啊 看看孟加拉的西瓜多少钱 他说这多少钱 怎么这么要求 他说这两百两百二十 两百二十啊 差不多就是18块钱左右啊 我觉得我们那房地已经到了啊 现在我们去看看 哦我们的铁板已经到了啊 这给你先截截口啊 来下一个点热的截截口 这个已经到了 那工人找着了吗 工人安装的 等一会儿啊 等一会儿啊行行行 等一会儿 他们家这上面房顶全大空小姐 已经露了啊 这边一听到啊 我帮助了这个人盖房顶 你看来了多少人 哇来了好几十人为官 这设计师正设计怎么给他铺这房顶的 来我们南中师傅来了啊 你好安装师傅 来就是这个 您给他那个放在房顶上去安安就这一家 这一家 OK了啊 他说OK了啊 我们看师傅还拿着家伙来的啊 拿着剧稿了 乱七八糟啊 师傅看起来很专业的样子啊 准备要上房顶了 哦从水里捞出一大木杆来 你们看 水里出了无数个这个 这个大杆子啊 他去那里边 拿出了一个大杆子 拿出了一个大杆子 我天哪杆子都黑了这吧 哇这味道真浓啊 哇塞 在了啊 怎么这么多杆子戳的谁啊 戳的这我能理解是扛的这堤吧 哇这味道真大啊 戳的里边是干嘛用的呢 那大哥又扛过了一个大木头啊 他们是要上房吗 拿这个 这已经水泄不通了你看看 他们都过来了 水泄不通了啊 全部都在这围观呢 我们喝了口水的姑娘啊 大哥已经上房了 哦已经在那铺设了铺了三张了一样啊兄弟们 哦这个哥们负责地铺地啊 OK 小心点啊别给踩塌了 我特别担心在这房子一下就要就塌了啊 我们这个铁板啊 现在铺了五块啊就已经铺了大一半了啊 看起来这个他们家这个应该能铺的非常的颜色啊 我们一共买了十多张啊买了十多张 哦这个大哥大哥的功夫不错啊 现在房顶还没塌 女主人在旁边看着啊这边这么多人的围观啊 注意安全啊大蓝 看着点啊 哦还有铁丝啊 你看到了吗 其实他们家最困难的是这顶 对对对 这顶他们家完全那个那个铁皮是坏了的 他没有着力点没有着力点 而且他是坏了 他有那木头你看到了吗 他是把这个当防粮使了 他们家没有防粮 嗯 他现在最需要的这个接雨的地方是来洗澡间和后边的那个 床后面那个漏水的这个地方 你看你主人一直 在笑 他追一下了 他开心了 现在兄弟们啊整个房顶已经全部搭完了 完了还有几片啊 然后呢他们说给他剪掉了以后 塞到缝隙里去啊 后面那个 好好好 来过一下来兄弟们啊来过一下啊 我真的啊我觉得特别有缘分啊 他们家这还有中文 看吗 你们家有中国字啊 咱们特别有缘分 来我们看一看啊他们家里面现在铺了什么样啊 我现在果然不透光了兄弟们看看 这真的是不透光了啊 我最透光的是这啊 看这这也不透光了 就完全封上了啊 这回他们不用再被雨淋了啊 家里也不用再发点水了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大哥啊 这不是一个领路大哥啊 这个是孩子的爷爷 相当于是那个女人的老公啊 就是他我才知道 原来他不是那头大哥 他是他的丈夫 他们是一家吧 这个这个是父亲 这是女儿 这是儿子 里面的小孩是孙子啊 但是这是一家子 刚闹明白啊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这是刀啊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刀啊 哦他也得充一下刀啊 来看看我选这瓜怎么样啊 看看药阳子听力如何 我这种刀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 在一架子他这个刀啊 我在家里面都那么大 哦哦这样 切 我这这就是拉着大腿了 你你别你手手要不要 我 我头一次兄弟们啊我头一次见识这么用刀的啊 哇塞太棒了啊 完了 我这个刀怎么又是 听力失常 你这个 撕散了啊 哈哈哈哈 完了兄弟们 那个选中国刀专门我就是 不是不是 你还敢笑你呢 他小哥他也不会讲 哈哈哈哈 你脚饿了 你怎么怎么买习惯呢 我跟你开玩笑 哈哈哈哈 起饭 他这个太太逗了啊 他把每一盐啊 谢谢谢谢啊 让他们自己也吃吧 让他们自己吃 那我看他 他用这个刀可以切每一盐 哎呦 他们就在床上吃啊 哦 这还能这样啊 就这么切的呀 真的我头一次见到这么用刀的啊 我这个刀他拿脚趾都踩着那个刀 背儿你看到了吗 脚趾踩着啊 哦这是属于叫脚刀 我这就是从小玩游戏里那脚刀就是这样的啊 可以 真棒 别看这个啊看着不行没准吃好吃啊 还可以不打脸啊还可以还可以 不做好吃 嗯 我就当好吃吧 哈哈哈哈 我们那师傅下来了 大哥 他装完了是吗 你们呢 你问那个大哥是不是装完了 完事了吗 来看来看来看 有一个是哪 来看 完事了 来 问他需要多少钱 他说你想给多少吧 我别我想应该正常人是多少钱 我估计要给他 500多 500啊 这 是不是这个 大哥找的啊 这个钱给您 您来给他吧 好吧 你给他吧 你给他结账 好了大哥大姐啊 房子帮你修完了 希望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不要再过这种水帘动物班的生活了 能够有一天搬离贫民窟 搬到自己想要的房子里 想要的家中 好了 跟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